我有一個非常愛吃麵餡的老公 他愛吃麵餡的程度已經到我無法想像 他說他從這麼小的時候就開始吃麵餡 吃到現在已經喇嚇死了 已經還在吃麵餡 他可以今天早上吃麵餡 今天中午吃麵餡 今天晚餐吃麵餡 然後我隔天休假的時候 問我早餐要吃什麼 說吃麵餡好嗎 哇真是太厲害了 所以我今天就要來做一個麵餡地圖 來看看麵餡的魅力 這家呢就是農賓路的農賓麵餡 就是我老公從小吃到大的 那現在的老闆呢也是跟我老公一樣從小長大的朋友喔 好那我們現在買回來就是這樣喔 那我們現在把他倒出來 那他也是有加九層糖 那也可以加香菜喔 有兩種可以選擇 倒出來以後就把他攪一攪 農賓麵餡呢平常我都是加香菜的 那因為最近呢香菜太貴了 所以今天所加的呢就是九層糖喔 那我們趕快來吃一口看看 他的湯頭呢非常的濃郁 因為他有在賣大腸 所以他大腸都會跟他下去一起熬乳 所以那個油脂是非常多喔 然後像喜歡吃 咕咕吃的時候都會跟他多加一點蒜頭 會更合味道喔 然後也可以加一點辣 那這個麵餡的故事呢就是 我婆婆啊常常說 我老公小時候他阿嬤啊他奶奶啊 每天放學的時候呢都到巷口 去趕快買一碗麵餡給他吃 從小吃到大的喔 然後這是大腸喔 他的大腸是比較Q彈一點的 有不滋不滋的咀嚼感 然後這個麵餡呢也是每次我回娘家必備的喔 因為我爸媽也很喜歡吃麵餡 而且我爸爸呢說 吃這家麵餡呢血糖不會升高 吃其他家的血糖會升高 所以可能是因為這個在大腸熬煮的過程中 油脂比較多喔 我剛才說這家麵餡已經很快 我最想想吃了 因為今天和我的朋友一起吃 你不知道是有什麼 你不好吃了嗎 你不知道吧 我會不會的 又不怕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呢 这一家面线呢 是在龙宾路的某巷口的一个小餐车 只有卖早上 你太晚去呢 就卖完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赶快来吃看看 那今天购买的是大碗的45块 因为我平常都是买45块大碗的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哦 它里面加了蒜头 蒜泥 然后还有一些辣油哦 然后大肠非常的多哦 然后看起来油嫩油嫩的 滑溜滑溜的哦 应该很好吃哦 那我们现在就赶快来吃哦 哦 你看这个大肠 你看满满的大肠啊 真的很多哦 喜欢吃大肠的 然后又像徐姑姑又喜欢吃辣的 你看所以我也有加辣哦 好 那我们先来吃一口大肠看看哦 那它的大肠呢 是非常的Q哦 所以咬起来是非常的有嚼劲哦 可以一直在享受那个咀嚼咀嚼的快感哦 然后它这个汤头啊 打开啊 吃起来就是满满的那种柴鱼的鲜味哦 非常的香哦 然后吃起来呢 就也是清清爽爽 清淡清淡的哦 满好吃的 那我们接下来吃一口面馅哦 面馅吃起来呢 也是非常的滑嫩滑嫩 然后满满满满满的那种真的是柴鱼味 非常的香哦 真的是好吃 老板说他大约六点半会出来摆摊 但是他偶尔会迟到一下 啊至于迟到多久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呢 很多老主顾在排队 所以呢 你八点半去的时候 有时候就卖完咯 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来尝鲜咯 请大家帮我订阅 按赞 留言咯 徐姑姑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